我从未停止行走,一路向前,不乏深远踏实,方能沿着初衷抵达高处。 我一直热衷表达,但会说,只能赢得掌声,会听,才能唤起别人的心声。 从家明到家明哥,绕着世界回到起点,蜕变的是阅历,不变的是真诚。 我是李家明,跟我一起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向幸福出发。 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靠什么?过千万? 靠脑子。靠脑子。靠创新。真好。 你知道你现在真的是生活在一个最好的时代,你知道我们国家号召那八个字? 李克强总理提出来的,大众创业。 外众创新。 哇,你这是在跟着总理一起干事啊? 对啊。 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在等待。 那三个字。 我爱你。 你爱谁呀? 你爱谁呀? 爱谁呀? 我爱你。 爱谁呀? 小青。 我的心在等待,永远رت说的 的一表代 依然指标本 打开心中另一扇门 把爱唱出来 唱出来 把想要说的话 把说不出口的话 把看在心里的话 爱要大声唱 唱出来 把想要说的话 我说不出口的话 唱出来 把想要说的话 把想要说的话 爱要大声唱 唱出来 想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欢迎现场和电视机器的观众们 欢迎大家 同学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感谢我们的大舞团队 和我们乐队的朋友 我们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请坐 欢迎大家如愿而至 我有时候常在想 发生在生活中的每一个故事 就像一种现象 只要我们听下去去研读它 我们就能品出生活的味道 生活的规律 没错 其实每一组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就像是开启了他们人生的那一本书 没错 我们今天又要读四本书 那我们先用掌声给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委托人 加加油打打气好不好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您现在生态的是由分替黄金9999专家鸳鸯金楼独家冠名播出的《向幸福出发》 嘉宾接下来我们要上场的这位委托人年纪不大 但是这个歌却很有意思 叫火了火了火 掌声有请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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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台她 puding 转发 订阅、转发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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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planning the school 我们已经像是奢务 我们也一起看到全民的武功 从纯岳中充得实质 它是胆太空 啊,我们是大狐狗 啊,光临终构终英雄 啊,世界的中国风 啊,地国让我们成功 火了火了中国,火了火了火了世界,火了你和我 火了火了生活,火了火了火了世界,火了大中国 啊,火了火了,火了 你觉得你今天火了没? 今天非常火了,因为我上了这么大的舞台,我老开心了 你再说了,月亮姐姐你忘了咱的音乐会计还见过呢 我说咋看你那么眼熟呢,你当时好像还带了个搭档吧 那,月亮姐姐你记性太好了 哎呀,马爷,你让我记性变好了 我印象太深刻了 我认识你,你上过黄金一百秒 哎呀,马爷,嘉宾哥哥,你的记性太好了 你为什么唱歌那么投入呢? 因为我奶奶付出很多,完了之后我就特别投入 我奶奶没白排培养我 哦,懂了 投入的主要的原因在于奶奶对她的培养 是为了奶奶而火的 对 我明白了,所以你今天你真是委托人 对不对 对 你就来感谢你奶奶 对 那就把你奶奶挺上来呗 有,来,掌声有请奶奶上场 啊 哎呀 这么年轻的奶奶啊 你好 请坐 大家好,我是东北山的奶奶 我叫李绿兰 茂魏请教一下您的年龄 我不是二十 哎呦,真年轻啊 好年轻啊 您什么样有这么个开心果 好开心,所以您才那么年轻的吧 因为整天就是她乐呵我就乐 她乐呵我就乐呵 不光是她乐呵,您乐呵 她一来,今天现场全乐呵,是吧 哎,你唱的这么好 你唱的还有哪些拿手的歌啊 我还会招高原 我给你们唱个青藏高原吧 哎呀,这戏是能上过去吗 来,你唱个青藏高原 是谁也要望着蓝天 是谁渴望着蓝天 啊,呼尽不明儿呀 哦,我会招高原 闻得蓝天 。 一座古山川,一座古山川相连 阿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 阿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 阿拉索,你今天来你有什么愿望啊? 我和我奶奶很辛苦,我从生下来就培养我,一直到现在我和奶奶的感情很深 可奶奶每天就跟奶奶在一起是吧? 对,那爸爸妈妈是没有陪在你身边吗? 爸爸妈妈都在外边打工 其实你就是在奶奶身边的那个留守儿童,对不对? 对 但是你是个非常有才华的留守儿童 还行 然后跟奶奶在一起,其实是很想爸爸妈妈的,对不对? 对 一年能见爸爸妈妈几次啊? 就是过年的时候 不过,好在身边有奶奶,对不对? 对 奶奶就像爸爸妈妈一样在照顾你,对吗? 对的 跟我们讲讲你和奶奶之间的故事好不好? 好,我和奶奶每天早上四点多就和奶奶走上哈尔滨去圆唱歌 四点钟啊? 对 每周六那个早晨四点钟到离那个上哈尔滨去领他去学习这些才艺去 那个,离我们哈尔滨离我们那儿得坐车三个小时 他爱好这个,他自己愿意学 所以奶奶就不管多辛苦,早上起来都带着他去 他也特别懂事,张一声起来就走 我有的时候我就说,太辛苦了 孙子你挺累的,咱们再不,不行了 他不行,非要是要学,学吧 奶奶说那么累,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呀? 但是我喜欢这些,我还跟我奶奶说,奶奶,我很想学画画主题 我奶奶说你要老命了 不行,不要学那么多 那奶奶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都要我老命了,是什么意思? 不是,他学的那个,在哈尔滨这块,学的唱歌,跳舞,还有钢琴,快板 这些那个地方吧,还都不在一起 一到周六的时候,早上起来坐车到那儿,还得来回跑公交 学的这些样 不是在一所学校 不是不在一所学校 这些老师还都非常照顾他 有的收的费,有的还不收 为了,你看他们这个唱歌老师 我们到那儿去,要回去晚了 然后他就那个,他就要给他住 住完了第二天再回来 他那个,那笛子老师给他买笛子,买书 就是要收他,就是学费交不交 他都能给解决 都会交 都挺喜欢他的,他也挺爱学的 然后他就说,奶奶我还想学 我还想学那个画画 我说的,咱家条件有限 等以后,慢慢呢,有条件了 你慢慢再学 他非常愿意学的 所以就他现在唱歌,跳舞,钢琴,还有快把 快把,就这四节课 他这周六就排的满满的了 排满满的,就是因为他走的时间 地方多呀,然后那个 到晚上回家都到晚上八点半了 他每次都回去的时候 都是,上车也是睡觉 下车的时候也就是睡觉 确实把孩子累得够呛 那他自己愿学 我也说太累了,咱们捡进吧 他还舍不得 那你爱唱歌,你是遗传了谁呀 我遗传我奶奶 对,遗传我的因素 我小的时候就 爱跳爱蹦,爱热闹的 是吗 那我觉得奶奶跟你都爱唱歌 你们俩得给我们唱一首啊 我俩给你们唱一首走天涯 好的 月亮已流停在矿街上 你的声音飞越来越长 直到圆巨隔马的声响 呼唤你的歌声传四方 就从往天之间演两行 你头泪水泪我卸了床 伤心停满下自足漫长 春夜无眠爱的路太长 你的脚步流浪在天涯 我的思念随你到远方 我感觉你的脚步流浪 我的思念随你到远方 我的天经生苦方 云你不信啊 也一天涯 天涯成脑 但是我愿意为你身旁 你的脚步流浪 在天涯 我的思念 随你到远方 谁的眼泪 在远光都凝聚成了霜 师弟让我 向你讲话长 你的脚步流浪 在天涯 我的思念 随你到远方 如果今生 不能与你解压 却成了狂 但是我也以为你身旁 每周六奶奶要带你到处去走 平时奶奶也要照顾你 对吧 那你懂不懂事啊 有没有照顾奶奶呀 有一次我奶奶 有点不舒服 完了之后 我家没油了 我家没油了 没油我奶奶就连我 去超市买油去了 那时候我才六岁嘛 完了之后我就 我就拎了十斤都有 我奶奶还给我抢着拎 我说奶奶你病拎了 你都不舒服 我就拎吧 为什么 因为我和奶感情很深了 那时候我奶奶很辛苦 所以你一定要替奶奶分担 就算拿不动 自己也要使劲 帮奶奶拿着 对吗 对真是个孝顺的孩子啊 真的 他老怕我累 我这不有颈椎病吗 他怎么帮我干活 就有一次 我奶奶总是搬东西 我奶奶是卖红厂的嘛 专卖红厂的 完了之后 我奶奶就是搬了好几十项 完了之后 就想省点办运费 完了之后 我奶奶就自己搬 完了之后 我奶奶一要回家 他就 他就完了 完了 我就说 奶奶 你咋去了 我奶奶就说 没事 完了之后 我就用小拳子给他敲 其实 对 每次 我回来 他要是 就是看我累了 就我敲就后背 这时候我就现在 为他付出我也值了 就他是个挺细心的孩子 我敲就背 你又怎么这样 没事 奶奶最爱搬红厂 你是不是最爱吃红厂啊 我咋吃的 我就吃那个肉 我就说他这减肥的问题 每天呢 他就老说 不要我给他减肥 这次来也就说 奶奶你去老要我减肥了 然后我就说 你减净吧 每天张个嘴 就吃点这个 吃点那 吃点主食 再吃点零食 吃点零食 奶奶呀 你别说了 我胖点 我每天咋帮你淋油啊 从原来的五十斤 现在胖到七十五斤了 我也担心了 我直接让他减净吧 现在倒行了 你长大了 奶奶呀 我告诉你 你不用担心 我性格好 人人喜欢我 胖点也没关系 是吧 是 要不然现在小孩生长 生长时候 必须不能去 AV死该 那我们今天也都知道了 美山的故事了 是个特别泼辣的一个 东北小妞 今天我们还那么懂事 作为委托人 要感谢自己的奶奶 对不对 对 你知道我们这个节目 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吗 知道 是什么环节 感谢奶奶 那你对奶奶要说话 奶奶我要送给你 你最喜欢的一首歌 有干藏卖五 他就奶奶说几句话了 奶奶 你不会白服出的 我长大买 买 买大房子 你奶奶只要你快乐健康 只要有奶奶 有你 有爸爸妈妈回来 你们就有最好的家 对 好不好 好 好 那最后要把这个歌 唱给奶奶了 嗯 好好唱啊 大家再给我们的小美善 一些比例的讲笑 就跟他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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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么熟悉的声音 陪我多少年风和雨 从来不需要想起 永远也不会忘记 没有天哪有地 没有你哪有家 没有家哪有地 没有你哪有我 假如你不曾经我 假如你不曾保护我 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会是谁 你不要我当大 你不要我当大 你我说的一句话 你给我一个家 让我与你共同拥有 有他 有他 我说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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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再和你共同拥有 就跟他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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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欢迎大家收看 由婚姓黄金9999专家 鸳鸯金楼 独家冠名播出的 向幸福出发 我们的委托人呢 现在已经来到了 我们的节目现场 他的名字叫做 秦莲玉 莲玉自己来 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好的 大家好 两位主持人好 你好 我叫秦莲玉 来自辽宁口 今年26岁 莲玉能告诉大家 你的身高 大概是多少吗 可以的 我的身高只有78厘米 体重只有15公斤 但是这是一个特别坚强的姑娘 也是一个特别幸福的姑娘 她有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家庭 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今天作为委托人的来意吧 好的 我今天呢 是要来感谢我的老公 如果说在生命中 我要是没有遇见她的话 什么叫做爱情 什么叫做一个幸福的家 我不知道 有了她 我才遇到了真爱 那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爱情故事 我觉得就要请你的丈夫 一起上台来跟大家今天来分享好不好 好的 让我们掌声有请秦莲玉的先生 小学有点滑 来 伟华跟大家打个招呼 两位主持人好 我叫秦伟华 来自河南各地 今年35岁了 两个人都姓秦 大秦小秦 别看我们小秦这个身材不高 但是找的这个先生身材是非常高大的 对 说一说你们两个人的情况吧 我先说吧 我呢是前天性的属于脑积水过上 父母在伤我的时候就是发现我跟正常的婴儿不一样 因为我是这种鸡想的 三天之后我的父亲和我的爷爷奶奶就带我出去看病了 然后医院呢就是当时就给我诊断了说 这个孩子就是终身产肺了 这一辈子就这样了 然后我爸回来呢就是跟我的妈妈说 我妈妈就是不放弃 他就是说 谁说我送他不容易 但是他有一个小生命也是说特别幸福的 希望就是我们好好的培养他 让他就是感觉到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这么爱他的家庭 所以从小其实家里面对你特别的好 对 尤其是妈妈 对 你一直都是他的掌上明珠 对 从出生到二十一岁都是我父母照顾着我 后来认识老公之后就是他来照顾你了 我老公就是接力棒 接力棒 我老公就是跟我爸妈就说 我想成为你们的接力棒 他对下短辈子由我来照顾 真好 来接力棒接着发言 对 说说你们俩的情缘吧 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得到风声关节员 风声关节员很难制反复复发 后来找了一个偏方 当我吃了一个月的时候 其实已经很好了 我接着又吃 又吃了十来天之后 我感到这个宽节 这个右上的这个宽关节发皱 慢慢这个腿也直了 最后发烧 发烧到发热 烧到四十多度 严重脱水 两条大腿 上面的肌肉都萎缩了 就剩了两张皮躺在床上 我躺了八个月 后来我的父母都走了 我二个也走了 只有我一个人过了六年 当时我这个人很自卑 我也想了解外面的世界 后来买了台电脑 我在贴吧里 写了一个交友信息 说我叫大秦 减多少多少岁 介绍了一下 后来2010年1月40号那天 小秦加了我的QQ 和我开始聊天 我们在网上 都彼此介绍了自己的情况 他的人特别的阳光 特别的积极 从来没有抱怨过自己的父母 甚至这样的 给自己这样一个身体 没有抱怨过 也没有怨天游人过 我对他被他这个思想 深深地打动 我们后来7月16号 网友见面 半年之后 半年 整整半年 7月16号见面是 你去他家里还是 当时我也不能上车 是我的岳父岳母 抱着小秦 千里迢迢地从 来找你 来到河南 从辽宁到河南 你们俩通过QQ聊天 认识之后 小秦就把这个事情 跟父母说了 我来说吧 我在网上呢 就是在没有 跟父母 沟通过 我们就是在网上 就是网恋 网恋是我老公 追求的我 然后 他就是说 就是不管是做朋友也好 是做网恋也好 半年的 也应该见面了 然后我就答应了他 我说 你给我机会 我会去见你的 但是我老公这人吧 就是兴致比较急 总是问我 你什么时候来呀 什么时候来 因为我这爸爸 还没有 跟我爸妈工作呢 所以说 我就跟我爸妈沟通 我说 我想去河南 看看那个 叫大秦的 然后我跟我妈 就是在生活当中 也经常提起大秦 然后我说 那个 我妈说 不能去 太远了 三千多里地呢 他家是河南嘛 然后我说 我这个人吧 就是说 比较讲信用 尽管是说 我们做网友也好 是做情侣也好 我都答应人家去了 你得带我去呀 然后我妈就跟我爸沟通说 那咱就让他去吧 就到带他去溜达了 然后再去旅游 然后我们就去了 所以在去之前呢 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 大秦呢 对我是有爱意的 然后我妈说 如果出对象的话 不行啊 那个第一呢 你们俩的身体状况 谁也照顾不了谁 第二呢 太远了 但是那还没有 见过他本人的时候 然后 我说那就 接着再说吧 我怕我妈 就不守承诺了 我说接着再说吧 然后我们就去了 去坐了18个小时的火车 那是第一次去远门 去了之后吧 参加那个房子 就是特别特别的旧 然后屋里也是特别黑 我老公就从屋里出来了 然后我就瞅他的时候 就跟那个电脑上 特别不一样 本人比电脑上就是帅多了 然后 我就感觉自己就特别自卑 自卑我就感觉 我们两个 以后就是兄妹吧 不可能就是说 成为不起什么的 然后就是我妈就说不行 然后那个我们就走了吧 她就开始跟我一样 9月10 然后也不吃饭 然后那边有个婶子 也劝她 她也要自杀 不想活了 然后就我在半路上 给我打电话 但是我妈就说 给我们两个就是 在7月16号分开的时候 我们两个是手拉着手的 她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我心里头明白 我没跟她说 然后我们俩手拉着手 然后我爸就硬抱着我 拽着走 然后我们俩就分开了 然后我就在车上一直哭 她就在家一直哭 然后走了半路的时候 她就给我打电话 说那个 小琪 怎么回事 不是说好玩生天呢 那怎么突然就走了 我说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不合适 我不能照顾你 我在一个就是说 你家条件吧 我妈就是说 特别宠着我 也怕我跟你在一起 就是说吃苦什么的 客观地说 他们确实有身体上的不方便 但是大家听一听 他们俩刚才的表达 他们俩刚才心与心的交流 你真觉得他们俩应该在一起 没错 你们的生活极其需要对方 需要这种力量 可能我们的画面 不能捕捉到每一个细节 但是刚才小琴在讲述 她的妈妈把她抱走了 她在火车上开始哭的时候 我就注意大琴的表情 大琴的表情就是 又回到了当时的那种伤感 不舍和纠结 马上在她的脸上就显示出来 我真的觉得你们俩之间的这种真爱 挺让我们称赞的 所以冲破了重重的阻碍 两个孩子走在一起了 对 是那个9月16号 就是中间隔了两个月 9月16号 这两个月我就是在 一直做我的父母工作嘛 然后我妈她们就是始终就是不同意 就这个主要的就是说 我们两个身体的原因啊 然后呢 也就是说我老公的家庭条件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妈 虽然说老天 跟我开了一个这么大的玩笑 在我生命上 这一辈子就是残疾了 但是我相信在爱情方面 我不会这么失败的 老天会公平的 会让我得到一份真爱的 然后我到时候 我说这一话的时候 我也就哭了 然后我妈也跟着我哭 我妈说 那好 那你就去赌一把 看看你的爱情 是不是你想的那么完美 我说好 小秦为你的勇敢鼓掌 真的了不起 果然老天爷 没有跟你开玩笑 让你收获了这份 稳稳的爱情 对 对吧 这一读已经读了多少年了 小秦 就是你们俩在一起 今天快六年了 六年了 她有没有变啊 没有 真的 你觉得她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最大的优点 我喜欢她的是什么呢 她就是一个特别踏实的人 只要两个人在一起 彼此相爱 一些小浪漫无所谓 然后我老公呢 也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 小承诺什么的 但是要是有一些甜言蜜语的话 你会拒绝吗 那倒不会啊 听见了吗 大秦 我是过来人 在教你呢 我说两个 对 我们要有甜言蜜语的 现在遇到了小秦 我觉得有了真爱 真好 更好 我明白 小秦就是我的精神力量 别看小秦这个人 不会站着 但是他的心 一直是站着的 我 你看别的个子大 其实我的心呢 说白了就是跪着的 一直站不起来 小秦对我的影响太大了 有他在我身边 我都觉得是幸福 小秦是你生命的阳光 我来引导引导你 大秦 我是过来人 说说你媳妇吧 说小秦三个优点 想好词啊 看着我 是我们俩交流 这当小秦不在 他优点太多 那你挨个说 挨个说吧 他有个积极 不自卑 特别自信 特别顽强 特别独立 还有很孝顺 就现在小秦那个身体 还想 如何有能力 孝敬自己的爸妈 你为他做过 最浪漫一件事是什么 最浪漫的事 这六年 小秦说 我想去区里看看 区里就是老边区吧 就这个相当于一个县 我说可以 我就推着他走 直接正常的车程 十几分钟 我推了他三个小时 去了一趟 三个小时 回来的一趟 又是三个小时 把脚都累肿了 当时我就说 我再也不去了 后来 这叫浪漫吗 接着说 不打断你 后来小秦 他又想去 我又推着他来回 走了六个小时 我这个人们 不会浪漫 我觉得 最浪漫的事 就是慢慢陪他遍了 他 之前说身体不好 但是他用实际行动 来证明了 他是爱我的 明白了 大秦是行动派 大秦 我就要 必须让你表达一下 你都说你不去走了 小秦又提出要求来 你还是要陪他去走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 你必须饱含深情的 小秦 叫小玉 对 有自己的爱称 不管健康疾病 贫穷富贵 我都会一直陪你慢慢变了 这就是我做的最浪漫的事 真的 那三个字 我爱你 你爱谁呀 你爱谁呀 爱谁呀 我爱你 爱谁呀 小秦 可以调教 可以调教 不然我觉得 这个好像是你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情景似的 我觉得小秦有时候也会 啊 杀点小性子 没错 然后就得要求你来完成 其实这就是那种甜蜜 是吧 对 真好 我今天来到这个舞台呢 真的是非常感谢我的老公 在这六年当中 他陪我 虽然说我们的生活有些艰苦 但是我感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很幸福 也像正常人拥有的那份真爱 现在怎么说 不能像正常人就是分拨一些什么样大的企业 但是我们现在自己在网上开了一个淘宝店 然后名字呢 也就叫大秦小秦 那个大秦小秦是在淘宝上开的 赶紧帮你们做个广告 里面主要经营的是什么 吃的服装化妆品 都有 大家逛淘宝的时候要进大秦小秦这个店 然后呢 吃的服装都有 然后呢 因为我们俩的身体状况 我身边的人呢 也有就是说 很羡慕我们俩这种坚强 所以呢 我现在自己也做了一个歪歪主播 就是传递正能量的 真好 你希望你们俩收获爱情的同时事业上也能够大大的丰收 我和小秦是裸昏动的裸昏 什么都没有 我房子什么都没有 但是现在呢 我们的生活走到正轨 我们买了房子了 虽然还欠七八万 但是小秦特别努力 加油 谢谢大秦小秦 很多人都会很羡慕你的 你们拥有爱情 这跟物质多少没有关系 对 这是你们最大的财富 对 最后两个人爱要大声唱出来 跟我们唱什么歌啊 我们要歌唱 谁让我爱上了你 这歌真适合他们俩 谁让我爱上了你 掌声欢迎 掌声有请 我掌的这双雕 是为了把你找到 我掌的这双眼 是为了把你看见 我掌的这双嘴 是为了把你呼唤 我掌的这双手 是为了把你拥抱 我们的爱情 有那么多人去知 我掌的这双眼 通过了四处 我们终于走到一起 时刻在自己自己 要好好把你拥抱 要好好把你拥抱 你求他有人去记忆 我们相爱不容易 宝贝呀 谢谢你 这辈子谁让我爱上了你 宝贝呀 谢谢你 唯不住生命 我有意义 宝贝呀 谢谢你 这辈子不来自 我们在家里 宝贝呀 我谢谢你 谁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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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上了你 宝贝呀 谢谢你 这辈子谁让我 爱上了你 宝贝呀 谢谢你 为你呼呼声明 都有意义 宝贝呀 谢谢你 这辈子不过来自 我们在家里 宝贝呀 我谢谢你 谁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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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上了你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接下来呢 有一对双猫胎兄弟来到了向幸福出发的节目现场 是弟弟呢 因为一次高烧 导致了脑瘫九岁才学会走路 兄弟俩人 此次来到向幸福出发的现场 要讲述他们的故事 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 来有请兄弟俩 哥哥是赵岳浩 哥哥是赵岳浩 弟弟是赵岳凯 对 那今天两个人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大家好 我叫赵岳凯 我今年二十五岁 来自三中同都 大家好 我叫赵岳浩 是赵岳凯的哥哥 你这哥哥比别人大几分钟啊 大十来分钟了 十来分钟 兄弟俩今天一起来的 对 有什么愿望啊 今天来我们节目里 我要激烈感谢我的家人 感谢家人 对 感谢感谢我的哥哥 那你先说说 怎么感谢哥哥啊 我们听听 略开 我小时候 我不会走路 不会 不会走路 也 都是哥哥 扶着我走路 我走路的时候 别人小孩 都吵下我了 走路的样子 哥哥都保护我 哥哥到猪猪走路 每个星期 带来 带来一件好吃的 都是哥哥带回家 给你吃 给我吃 他不吃的吃 每次买衣服 都是给我买一顿 他自己在买一顿 对 所以你觉得哥哥对你可好了 对 所以今天就来感谢他呢 是吧 对 月号 工作了还是 还在读书 我现在是在湖南公院大学 读研疑 研究生 在读研究生 对 弟弟呢 弟弟现在初中 毕业之后就不上了 但是我觉得按月凯的性格 他应该在家里没闲着 他自己在倒腾点什么事 我们家现在开了电动车店 然后我弟弟搞发明 然后开一个公司 都能赚钱养家了 难道你现在 弟弟都能赚钱养家了 你现在读书的钱 没准还是有弟弟出的力量 对 可能是吧 哎呀 真了不起啊 所以弟弟现在当老板了 对 搞发明 有收入 你还在读书 哎呀 你看那个弟弟脸上 一说他能够帮助哥哥那脸上的笑容 立马觉得特别自信和开心 对吧 你看你来说说你发明了什么 我感兴趣 我发明的电视网和房路网 这是属于 都属于用来电动车电平等的 哦 不叫电视充股 就是说相当于是提高电动车的这个效率吗 寿命 寿命 是什么情况吧 就是我们家不是开电动车店吗 然后有一些用户就反映 就是电动车因为充电时间过长 导致温度过高 然后就容易报废 然后我弟弟就想 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他就在网上查一些资料 然后边学习边研究边做实验 然后慢慢的就发明了 电电动车的那个电池宝 就是来保护电池 对 他这个是获得国家专利了吗 对 现在已经获得了 两项国家专利 两项国家专利 对 哇 太了不起了 这团你好棒啊 对 但你今天是委托人 对 一个是感谢哥哥 对 一个还要感谢的是 我的父母 父母 爸爸妈妈来没来啊 来了 我们先请他们上场好不好 好 来 有请 欢迎欢迎 来 请坐 好 请坐 我觉得你们二位这个 有这么好的儿子 很幸福啊 都这么有出息 对 老大读了研究生 老二在家里面跟你们一起开这个电动车店 人家发明了两项国家专利产品 太太棒了 也不闲着 也不闲着 就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嗯 他们两个小的时候是不是 就很好学 对 都会听话 上学的都好好上学 大老子很努力 老子在家里做生意也很努力 从小就是 就是不能走路吧 哥哥平常都是帮助他 在家的家人都能帮助他 从小 给民都不知道他的话能发展到这个程度 嗯 现在就说 并且能挣钱 养甲 给民没想到 能活到这么大 都的话能养了这么大 长得这么大 都不容易了 当时他生病的时候是几岁的时候 当时是90年的国庆节 我们这个小家庭迎来了这一对双胞胎的出生 我两个儿子出生后的三天发烧 我大了子打了三天点滴就好了 我小了子打了七天针才好 四个月的时候 又发了一次烧 再往后的时候 他哥哥一岁多的时候都会走路了 他还不会走路 我就对我婆婆说 我婆婆说 他可能是他身体累吧 就是说身体热 走得晚 我就放下了一段时间 到两岁的时候 我大了子 男的别的都会走路了 都会说话了 我那日说话也不清楚 我就抱着他求医问药 我就抱着他上省力医院去做检查 结果大夫说 你这个孩子是脑痰 当时 确实给我的打击击 大夫说 你要接着给他治疗 能生活治理就不错了 所以我 帮着我丈夫赚钱 还要顾着孩子 给孩子看病 花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就连家里唯一的积蓄 我都买掉 给孩子看病 日子学走路的时候 常常摔倒 有时一天摔破三次头 我就为了省钱 就买那个 生活村上的那个医疗室 买一包校园 给他干 比如如果包一次 得两块钱 两块钱我能买一大包 能给了这包十次 他哥哥小时候 记得最轻的就是他 摔破头的裤身 现在头上都留着很多巴 但是我能感觉出来 我们的岳凯就是个 特坚强的男孩 对 摔了那么多次 自己还是要坚持 把路走好 对吗 他从小性格里 就不服输的那种男孩子 他就会笑 爱笑 对啊 我正想说 这个家里 你看看大家 这个全家福 笑容最多的 恰好是岳凯 岳凯这坚强的性格 自信的性格 我觉得就是摔出来的 那我想向 这个岳凯的爸爸妈妈 请教一下 当他自己说 我可以琢磨着 研究一个自己的小东西 来保护这个电动车的 这个电池的时候 当他提出这个念头的时候 父亲是什么反应 会不会觉得他是在闹着玩啊 当时这个情景我是真知道 研究那个充电包呢 放在那个热水里头 这个温度一高呢 都拿出来了 都等着灭了 他那我说你 你这个值得什么东西 他说我给你不相信 他说这个是 看看能研究的时候 对这个电池能保护电池吧 研究有个电池包 我说你这个能行 但是我感觉 给你没打过去 就觉得他好像是在弄着玩 对了 就是弄着玩 过了一段时间呢 他是在研究成功了 他是可以行 他是发布在网上发布 他们这些客户呢 有的时候用的行 今天他们有的时候 就今天就又上着来 摘药 摘药定他 到最后 越来越做越大 上来 然后还挺是 感觉的吧 就是做到外 没有感觉 是整个的 那个时候他多大 三年之前 三年前 二十二岁 对啊 有三年 当时孩子做这个 试验和发明的时候 吃了不少的苦 哦 当时冬季 我们那个店里 特别冷 孩子的时候 到现在也编不过来 因为是他做试验的时候 他都到 两三点钟 不飞觉 十六点之前 还不让我睡 他让我做试验 一次两次 长期的做试验 他就指导您 他指导您来协助 协助他 他说我做 他就收不当眼 他就把家里 变成一实验室 对 他就是教授 对 你们就是助理 老爸老妈哥哥就是助理 我怎么说 你就怎么做 因为北天 我们要营业 晚上吃完晚饭 拉下没来 他就开始 他的小事业 但是我想向妈妈请教一下 他现在的这两项专利 对于咱们这个小店的经营 下面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后来 有 特别是客户 开始他都不相信 说是骗人的 我们就拿过来 叫他们免费使用 给他装上以后 确实装了几家 几家没有电池 没有骨的 就再也没有坏了 他的好处是 能延长电池寿命 往大的说 也能给国家 做了环保贡献 往小的时候 我的孩子也有个四桌 哎 岳凯 说说你的梦想吧 我觉得 你的野心和梦想 绝不仅仅是这两项专利 你说个最大的梦想 目前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 开三家公司 开三家公司 什么样的公司 这三家公司 什么样的公司 就是 年轻的时候 都上千万的 三家年销售额 都上千万的 你的核心竞争力 是什么 靠什么 过千万 靠脑子 靠脑子 靠创新 真好 你知道 你现在真的是 生活在一个 最好的时代 你知道我们国家 那号召那八个字 大中特意 万中特意 好榜样 好榜样 真棒 这个李克教主 你提出来的 李克强总理 提出来的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万众创新 哇 所以你一定要 你这是在跟着总理 一起干事啊 对啊 而且我觉得 你已经很有成效了 关键我觉得 为什么我能感觉到 为什么我们这个 岳凯 今天要感谢父母 多数的父母 可能看到你晚上搞实验 不会陪你一起玩的 今天啊 这个场景让我想到了什么 想到了咱们图悠悠教授 李诺贝尔奖的时候 首先感谢的是什么 是感谢我这所有的实验室 我的同事们 这就是赵家的实验室 对 来集体领奖 我们送上祝贝尔奖的掌声 好不好 谢谢 谢谢大家 大众妈妈以后还一直得当她的实验助理 对啊 一年365天 他一年360天的时间 16年之前从来不飞觉 我说你别这么熬了 都熬成小老头了 他们老婆孩子一大我的 也没笑你 都没笑你 我觉得哈 你看从小哥哥就一直在帮助他 没准 你看哥哥现在又在读研究生 读一年级 以后这兄弟俩要是在一起 那可真了不得 没错 而且我觉得你们俩会是最佳搭档 为什么 哥哥可以带去弟弟 在这个方向接着去读书 对不对 把大学里面的这些先进的理论 我现在就是当时发明的专利的时候 他本来就是没有申请专利这个打算 我觉得这个发明挺有价值的 还是怕哥哥帮助他想到的 都是哥哥帮你申请的 都是哥哥帮你申请的这个专利 现在我觉得他做的在网上研究了 在网上销售这些东西 然后他的一些标志了 一些售签证书 还有一些产品的 哦专利书 我们来看看 真棒 跟大家看看啊 实用心形专利证书 这个是电磁宝的实用心形证书 嗯 然后这是电磁宝的实用心形证书 已经下来了 然后这是房屋宝的 然后再过几个月就下来 两项专利 真棒 太了不起了 我都想让你给我签个名了 兄弟俩又有创新精神 又有责任感 又懂得孝敬父母 真的是年轻人的好榜样 这期节目播出之后 全国会有好多好多的人 都会觉得 月凯特别了不起 他还得了这个早上是 这个创业标兵奖 这个西港人 创富好青年 我们家的那个奖项本人都多得用一个行李箱 好像拿了 哎呀 不准骄傲啊 要继续努力 还那么年轻 他现在也是前天在网上 就是学那些课程 报名上那个网上大学 哎月凯你的榜样是谁 偶像是谁 我的偶像是马云 马云 都是靠脑子去办的啊 真好 我们祝你梦想成真 那 谢谢 月凯今天你是委托人啊 对 你今天要对爸爸妈妈对哥哥说什么 要说一段话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唱歌了 我想说给 特别感谢我的父母 还有我奶奶 还有我哥哥 照顾 请你们放心 我为各家努力的 让你们又 让你们为我而骄傲 我们大家都会为月凯而骄傲 爱要大声唱出来 今天谁唱歌啊 我三个 你唱歌啊 对 你唱什么歌啊 唱 你都唱 父亲 唱父亲 对 嗯 就你一个人唱吗 对 还有我 你还有助演呢 对 你真好 来 有请月凯 来 你唱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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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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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啊 你為了給我治病 在古代內 都要把我們頂住 父愛子丹 爸爸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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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足道的欢喜 收拾 因为你说的一切 我都藏起我们的家 时间经过 都把最好的帝国 我是你的脚踏 还在为我的情谊 你的花的孩子啊 让他留我 朗朗 你是要在我身边照顾我 为了给我治病 卖掉了家里唯一一次 妈妈 谢谢你 大方 月亮之下 有了你我才有家 离别 随伴不及时天涯 思念 何必泪眼 爱唱唱 生活天天 幸福 生意回头的星天 天知道 爱有你的爱 是我安来无暇 天知道 爱有你的爱 我交给了他 天知道 爱有你的爱 天知道 爱有你的爱 我交给了他 让他的小像极了 妈妈 让她的笑相激了 妈妈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我们现在收看的是向幸福出发 接下来来到向幸福出发现场的这位女士 来自威海 她的名字叫做吴亚萍 掌声有请她 你好 佳明 你好 请坐 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让我们认识一下你 各位观众好 我是来自山东威海的 我叫吴亚萍 今天作为伪宽人来的 要跟我们大家分享什么样的愿望啊 想帮我爱人实现她的愿望 因为我爱人特别喜欢音乐 可以说用痴迷来形容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都年过50了 为什么这时候才开始呢 因为在这之前我们身体啊 还有一开始的是为了工作 为了孩子 为了家庭 我们那个年代 你喜欢可以 但是不能当主业 后来呢 孩子也大了 反正我们呢 这个年龄也差不多了 我说这个时候呢 开始帮她追一追她的音乐梦吧 今天来到向幸福出发 让她年轻的时候 没有展示的那个梦想 让她实现 因为她为我和孩子 付出的太多太多了 您刚才这番表述啊 很像一明星大腕的经纪人 就在明星大腕没出场之前 我给大家说说她的情况 她的特点 怎么样怎么样 您先生是一个很腼腆的人吗 不是 为什么我要说这些话呢 我在威海上学的时候 碰到我爱人的 那个时候我们都年轻嘛 二十三四岁 我是学统计 统计师在那儿培训 偏理性的啊 对对对 她呢 是工厂里 在工厂里 茅房厂的机修工 因为我们住在那个那个 酒店里边 一百八十个学员 我们下课的时候呢 他们要弹吉他 他弹吉他 最最最最最 最让我感动的就是 他特别投入 他不会看你任何人 咱们让大腕出场啊 对 就让他弹一首 当年你们俩相识的那一首曲子 重温一下过去的感觉 下面有请我的爱人李思成 也是来自山东温海的 他带给大家一首 花黄姑娘 也是当时我们恋爱的时候 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 并没有话要对你讲 我只是默默望着你的 你问我要去向何方 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你的景气像是给我 你问我要去向何方 你问我要去向何方 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你问我要去向何方 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你让我留在这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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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留他们一样 我不知不觉已忘记了 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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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真不错 刚才您爱人 在您上场之前 一直在做铺垫 一直在做铺垫 我想知道亚萍姐 为什么一定要替丈夫 实现这样的一个愿望呢 从我认识开始 她就对音乐 有一种痴迷的那种状态 但是她能为了我 和孩子还有这个家 她把她的音乐可以放下来 突然有一天呢 就是我感觉到身体很不实 很不舒服 因为在那时候 就开始脸色变灰 而且脸是全是斑块 哎呦就发很累 什么都不想干 就这样检查身体的时候 说渗出了毛病 严重的毛病 这个时候 她所有的音乐梦 又一次破灭了 琴又放在盒里 没有时间谈了 真的没时间谈 心情都已经 跌落到几点了 就这样呢 我们就 这个时候 我光知道我身体不实 但是具体情况 她懂 她知道 尤其是病理 等于说 在医院检查完了之后 你是一直被蒙在鼓里的 其实你 我并不知道诊断的结果 到底是什么 不知道 只是先生跟医生之间 有一个沟通 您知道 对对对 当时 就现在这个病症 可以说了 是吧 现在可以说了 因为那会儿得的是 就是肾肿瘤 肾肿瘤 很好的一个病 那么 做了手术了 然后 所以这个时候 我就感觉 哎呀 人生 你在那奋斗 不管你 你去做什么也好 奋斗也好 突然 钱都是身外之物 去挣钱 为了 为了这个 或者为自己的梦想 或者为了其他的事情 为了钱 去奔波 到最后 如果得了病了 要是爱人一下子 就没了 这真是 活着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感觉 所以那个时候 您就每天在医院去照顾 和陪伴他 对啊 那时候 从那开始 我就想了 我就 所有的生意 我也不做了 音乐 也不去 歌也不唱了 然后也不弹了 没心情了 那时候 所以说就在 做完手术以后 一直 我就 生意那时候 做的还是可以的 生意全部都退掉了 就是彻底不做了 就在家里专职 在家里陪伴 照顾他 夫妻之间 对于这个时间的概念 好像有一种紧迫感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 妻子的这样的一段经历 就让你们意识到 我们知道就是 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对 让他们重新审视 自己生命的价值所在 觉得现在追求的 应该是追自己的梦想 快乐 快乐 还有对方的健康 对 他就说这个 说是音乐的梦想 一直让家庭 让他给 他是这样说的 其实 这也不错 妻子一直有自责 他就一直想让我说 你要 一定要在这个 现在趁着还可以唱 到各种舞台上 去唱一唱 展示 因为我毕竟是 就是从小 我就喜欢音乐 但是一直就没有 这种 事先 两个人结婚多久了 27年 我终于明白 妻子的今天来我们节目的这份心了 当年就是因为先生的音乐才华 喜欢上他 爱上他 走在一起 后来呢 怎么要奔事业 做自己的企业 放下了 当他又想拿起吉他的时候 你的身体又不好 所以现在 妻子的身体 应该算 现在恢复了 六年了 六年了 现在完全恢复了 很好 很好了 非常棒 所以你今天这个报名是对的 鼓励他再一次拿起吉他 对 我很幸运呢 今天所以说像幸福触发 我觉得我们每天睁开眼睛的时候 我就和他说 今天太阳出来也好 阴天也好 我们的心情永远是快乐的 因为活一天 我就要把这一天的时间牢牢的抓住 我们要快乐 我们每天都是这样 钱其实挣的再多 一旦你身体没有了 那个钱跟你没关系了 只有经历过这种大苦大难的人 才会有大物大彻 大物大彻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已经不仅仅是先生的音乐梦想了 是你们两个人的 只要有他的梦想 实际上也就是我的梦想了 我们两个已经就是说 像那个树根一样缠在一起 那我想知道您的这个音乐风格 是刚才唱的这个摇滚范儿的 您还能喜欢驾驭什么样的 这个风格的音乐 因为从小我就喜欢唱歌嘛 包括乐器吉他的二胡啊 金胡啊 京剧我都唱 那么我还唱歌 我是美声民族流行摇滚 您通吃行啊 是的 先来一段美声 好吧 那先来一段美声 有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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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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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